站在时代的渡口 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 我是何建民 我是何建宏 我跟杨先继续跟大家来介绍这本书 全球化的过去 现在与未来 当然他没有讲现在了 现在就是我们正在进行的当中 全球化的现在到底长怎样呢 就像我跟杨先现在一样 我们上一集的节目跟这一集的节目 其实杨先人在美国 然后我人在台湾 我们都是透过现代的网机网络科技 透过这种技术 可以让感觉上好像没有那么远的距离 杨先你感觉我们这样6节目 是比较好比较不好 你感觉 这样比较好 这样比较好 已经没有 这天马行空已经没有限制 上期讲马背时代 所以你特别讲天马行空 一定要跟马有关 马到成功 马到成功 立马当千 马上帮大家回忆一下 我们上一集讨论的马背时代 我们讲说马背时代 人类巡浮了马匹 所以从此以后就可以去到 用更快的速度去到自己 从来都没有想象到的地方 也因为人类巡浮了马匹 所以对金属的应用 开始产生一种能力 因为马可以驮更重的东西 从远的地方拖来 所以懂得使用铜器 懂得使用铁器 但是也因为马的关系 所以导致人类的那种征战 就是战争 越来越频繁 因为骑在马上 就容易去欺负那些 只会拿锄头的人 那还有就是 因为马的关系 在地球的幸福纬度上面 开始增加很多 人口密集的城市 然后呢 这些人口密集到 甚至一个城市 有超过一万人这么多 的一个大型的城市出现 然后而且文字 慢慢开始被发明出来 然后从西元的前三千年 到西元前一千年 是欧亚大陆 历经重大文明转变的时期 那书里面的作者 这样提醒我们 就是说 马背时代有三项技术性的突破 是最具有决定性的 第一个是马的巡化 第二个是发展书写系统 还有在军事上面的突破 那同时呢 也伴随着公共行政 宗教 跟哲学的剧烈发展 尤其是在肥沃月湾地区 到了马背时代的尾声 大概是西元前一千年的时候 大型的陆地帝国 开始朝家乡以外延展 因为有武器了嘛 又有马了嘛 可以跑到更远的地方 所以世界上的第一个帝国 叫做新亚树帝国 在那个时候诞生 这个帝国曾经短暂的征服 美索布达米亚 黎凡特 安纳托利亚的东部 以及埃及 所以跑的距离还算蛮远的 然后呢 然而这些帝国只是 为以后更大的帝国 拉开序幕而已 更大的帝国 会在欧亚大陆里面的 幸运纬度中崛起 也就是接下来 我们要在古典时代里面 看到的故事 这个是马背时代的结论 也是古典时代的开始 我觉得马背时代接到 这个古典时代 或是说更精确的说法 就是霸权时代 就是霸权 各个霸权时代 就是用马匹所建构出来的霸权 中间却在这个这么凶残 这么激烈的变化中间 其实人类的善良 并没有消失 其实大多数人都记得暴君 都不记得善良人士 那这本书当然也有 跟我们做了提醒 所以那个古典时代 一开始的第一段 其实我觉得是写得蛮好的 就是为了为 他命名为古典时代 他要下这个注脚 这一句话讲的最核心 他就讲说树立的后来 被誉为古典时代的成就 古典时代成就是什么 连作者自己都承认 世界上有很多主要的宗教 犹太教 基督教 伊斯兰教 佛教 都是在这段期间里头 就锻造出来 而传授伟大人生 哲宜的柏拉图 亚里斯多德 孔子 活陀 以及其他的贤人 也都是这个时期 那这个时期的大型帝国 就是亚述 波斯 希腊 罗马 印度 跟中国 还有就是厄图曼 跟蒙古帝国 那这一种都是前所未有的 雄心壮志 跟旺盛的这个经历 来敬足荣光 更重要是信仰 那财务跟权力 当然都是一直在 就是说深深着迷 可是这个时期的全球化 很灿烂 参与泽无不认为 自己在书写人类的历史 可是真正写尽历史的 不是暴君 是善良 这段时间是在西元前的一千年 到西元一千五百年之前 对 大概是三千年到一千年前 如果从历史 到五百年前 到五百年前 到五百 五六百年前 那六百年前正式影响 这个世界最大 就是无印度现实 那他刚好跨越到 到最后的一百年 他不是指到 他的古典时期化到一千五年 那一千四到一千五 那一百年 就是文艺复兴开始的一百年 那是最灿烂的一百年 那这个之前 其实是欧洲的黑暗时代 加上黑死病的时代 三四七年是黑死病 然后1347年黑死病 延续多久 它延续了五十年 一直到1397年 人类曾经 人类曾经面对一个瘟疫 长达五十年都没有办法解决 死了八千万人 死了八千万人 所以我们这次遇到COVID-19 目前是两三年 算是还是小case 小case 然后死亡人数现在是四百万 是啊 如果得病人数还不少 两亿左右 两亿多了 两亿多了 但是大部分的人都恢复健康 以台湾的过去五月十一号 开始的这一波疫情 大概得病人大概一万五千多 一万五左右 死亡人数大概七百多 不到八百 那可是呢 已经恢复健康的人数 高达九十个百分之 九十百分之的人已经回家了 解除隔离了 那剩十百分之的人 可能还有一些还在生病中 有一些在恢复中 那很不幸有大概五点零百分之的人死亡 COVID-19这一次的疫情 其实也是一次全球化的展现 对 也是全球化的展现 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全球化 我们这一次全球化的全球化 但是有很多跟上次 就跟古典时期的最后这几年 有非常相似的地方 就是这个古典时期到那个时候 刚好也发生了黑死病 那黑死病结束了以后 就开始了新的世纪 就一千四百年起 就从后世来看起来 就是文艺的新 杨先生一直想要提醒我们 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叫做说人类的文明 发展到一个程度的时候 接下来就会发生文艺 因为文艺让人类学会反省 所以之后呢 才会催生出璀璨的文明 因为是大灾教育 就是大灾难之后 给人类的一个教训 也是一种教育 从这种教训里面 我们才会懂得回过头去反省 说我们的文明到底 有没有长错方向 然后我们还可以做什么样的修正 然后到最后就会催生出来 非常更进一步的 更辉煌更灿烂的一种文明形式 我想我未来 我会把大家再带到一个 跟这本书可以说是平行运作 那这本书没提到的 也就是武艺复兴到底 复兴了哪些事情 其中一个最重要 就是11450年的古藤堡的印刷数 可是你有没有发现 我们现在2021年2022年 我们有什么 我们有5G跟AI 我们有网际网路 我们有人工智慧 我们有网际网路 而且我们这个比当时候 古藤堡印刷数还更厉害 我们两个现在也在印 用某种程度的超级印刷数 在做 这也是一种印刷数 这个我称之为 我们书本被印出来 是analog的 对 是比较 那我拔数位 对 然后被我读进去 读进去以后 我用网路的方式 跟杨先生在网路上面讨论 那是digital的 对 你知道最近我来美国 有好多朋友遇到我 他们都偶尔有听到我们的节目 是 所以我都来跟我们要那个 节目的录音档 对 说能不能听到一些 多听到一些杨先生的这种谈话 因为这谈话非常具有启发性 对他们来讲帮助很大 他们觉得开车的时候 边听我们两个人这样子 两个小姐 打嘴过 那结果有一些人是 当然还是来跟我讲说 有一些 因为光听 有时候听不是很懂 你知道我跟他说什么吗 就是要你听不懂 回去买书 当然这句话 我不是这样讲 我说听得懂听下去 听不懂跳过去 跳过去 可是后面一句大家都快昏倒 我说可是要记得我说什么 你可以跳过去 听不懂 听不懂还要记得 好 然后你有一天睡觉醒过来的时候 你会有一天忽然 那些人在说这个 何建民跟杨先生说过 他一定不会记得我 但是他会记得你 原来你是这样说的 古典时代的定义 古典时代的定义是 从西元前一千年 到西元一千五百年 这是三千年前到六百年前左右 六百年前左右 他这个时代整整横跨了 人类历史的两千五百年 那这个时代也的确 他就是人类文明上面 非常非常非常特殊的 一段时代 很多大思想家都在这个时候出现 很多人类现在所信奉的宗教 是从那个时候开始起 就在那个时候出现 对在那个时候起源 他紧接着马背时代 然后呢在马背时代之后 我们前一段马背时代的时候 讲到说 人开始发现 可以用很残忍的方法 去对付别人嘛 所以他的领土可以开始变得很大 然后呢 可以不断的透过征战 获取更大的利益 那到了马背时代的末期 就已经是这样 进入古典的时代的时候 更是这个样子 那所以其实反而是一个 相对来讲 更不稳定 更充满变数 然后呢 一般人想要讨生活 变得更辛苦的一个时代 那这时候人类需要什么 就需要思想上的慰藉 需要一些宗教的信仰 也就是说这种社会动荡不安 很多人想要求其平和 希望自己的子孙有未来 其实我记得古诗 古诗园里面 有一首诗是这样写的 日出而作 日落而息 早景而隐 地利与我何有灾 就是在农耕的那个时期里面 人是可以这么自然的生存的 但是一旦到了马背时代 然后开始人必须要被迫去征战 所以就开始家里面的人 就要被抓去当军人 然后辞去生死未卜 但是呢 为了君王的需求 为了国家的需求 就开始发生很多很多 就是我们都不愿意看到的现象 那个苦 就越来越强烈 那稍后呢 我们先休息一下 稍后回来的时候 我们来跟大家讨论一下 这些伟大的思想家 在这个时段 他们提出了哪一些想法 而且对人类的历史文明 也造成很大的影响 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哇 暴雨 秘利 秘利 音樂在那裡 暴雨的時候 他去送我們後面150個的祕符 大雨一直下 希望大雨把病毒都衝走了 好!大雨把病毒都衝走了 繼續送無畏風雨 享受甘露伐水 我們現在叫雨人同行 終於到了 歡迎回到節目的現場 站在時代的渡口 我們為您介紹全球化的過去與未來 這樣一本書 今天已經進入到了古典時代 也就是在西元前 一千年到西元 三千年前到六百年前 這段時間距離現在來算 西元前一千年到西元一千五百年 這段時間的古典時代 這個時代真的是能人被出 楊先生要不要試著跟我們介紹一下 我覺得既很黑暗又很光明 可是黑暗看你看到什麼 我如果看到權力的征戰 人類的那個貪婪 政治的那個可怕 這個時代是最殘忍的時代 先從這個面相講進去 大家會比較熟悉一點 書的作者說這個時代叫做政治全球化的時代 各大帝國都致力於創造全球性的文明 他們用強大的國力散播他們的理念 傳播他們的技術 推行新的制度 打造遍級大陸的基礎設施 例如羅馬人蓋了好多道路 所以後來西方有一句諺語 叫做條條大陸通羅馬 然後還有露天劇場還有水稻橋 到現在為止在歐洲很多地方 甚至在北非還有地中海的東部 還有西亞各地都可以看得到 那這些國家行動非常大膽 而且作者來為這些行動定義 有的時候是很魯莽的 而且大多半的時候是兇惡殘暴 那目的是什麼呢 就是擴大自己的領土 可以取得更多的權力 取得更多的財富 這些就是古典時代 如果你從黑暗的那一面來看的時候 你會看到的現象 那從光明的那一面 也就是人性的光輝這時候 其實也是閃閃發亮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說 我覺得在這裡頭 當然基督教裡頭有 然後耶穌被定十字架 然後產生了迫害越大 信仰越深 就是說基督教並不是在一個太平 聖世底下被廣傳的 他是在被羅馬帝國壓迫底下廣傳 人類在尋求一種安寧 尋求一種告訴神說 我們仰望你 我們希望你 我們永存的信妄愛 這個信念是在當時候 就在這三千人到這個六百年前 算是所形成的 那事實上有意思的是說 發生這樣子的宗教 以及或是說中國發生了孔子的思想 還有這印度有佛陀的思想 佛陀的思想 到目前為止找不到他們互相之間有任何關聯 真的是很重要 這是古典之起以後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但是這些偉大的思想家 他們都有一個共同的土壤 很類似相類似的環境 然後逼他們去思考生命的價值 跟意義 然後他們共同都找到了同樣的價值跟意義 這也是我覺得跟楊先生這樣子討論 很有意思的地方 因為楊先生是基督徒 那可是我是一個佛教徒 那基督徒跟佛教徒可以坐在一起 然後共同來看人類的歷史 然後共同看這些先賢 他們所提出來的想法跟概念 那共同去思考為什麼 人為什麼可以那麼殘忍 為什麼人不可以更愛好和平 那剛剛楊先生講的基督徒被催生的那段過程 就是基督教被催生的過程 但是佛教也是這樣啊 對佛陀在當年 他出生在皇宮 本來是一個王子 他如果沒有意外的話 娶妻生子 繼承皇位 接下來繼續過著優渥的生活 他是可以繼續過下去的 但是呢 在一次偶然的機會裡面 他接觸到真正的平民百姓的生活 然後他看到了 人會生老病死 然後呢 而且每個人都會 然後呢 而且中間除了生老病死的苦之外 還有很多環境會帶給你的苦 就像我們剛剛在談到古典時代的時候 講到的國與國之間的征戰 那種自然天災所造成的災害 那在這麼多的苦底下 到底怎麼樣 人才能夠得到一個真正究竟的解脫 能夠找到自己心裡面的那一份平靜 所以呢 我剛剛說大家都一樣 都是在苦的當中催生出來的思想 都共同體會到人真的是好苦 如果只追求權利 只追求財富 只是為了要擴大自己的領土 那這些東西 終究都不是你的 那你這一生到底在爭什麼呢 人 不管是你講的是在哪個地方 都希望一個 你看 不是非常之景仰那個統治者那個地 對不對 對 而是說地利與我和有災 對啊 我要追求的是那個平靜的 是祥和社會的 是人心大家平安的 為什麼 因為太多了 所以要追求地利與我和有災 那這時候的宗教的力量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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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是思想的力量出現 所以二十世紀的時候 德國的史學家跟哲學家 這個卡爾雅斯培 他提出所謂的 the actual age 就是軸心時代 軸心時代 這個是我覺得這是這一張裡頭 我認為最重要的一件事 那那個建民你有看到嗎 他特別提到這一段時間裡頭 四大文明 就是地中海的希臘羅馬 西亞的波斯 北印度的亞利安 還有東亞的漢人 其實他講的是孔子 最主要是講孔子 他說都出現卓越的哲學 宗教見識 思索人生的意義跟目的方向 出現不同幻想的根本性的人類思想突破 這個是最震撼的 因為事實上今天人類文明可以走到今天 我們兩個人這樣在思考 拿著書本在思考 都是在那個三千年前 一直到六百年前的那一段時間 一方面經歷苦難 一方面在思想上人類的大腦進化 開始進化出一種對於符號 形而上 對於人生 也就是說 老實講他們所講的全部都是利他思想 這是很不容易的 在連一碗飯都吃不到 可能明天命都沒有的時候 還在想說 人還是應該要相信 要希望 要愛 應該要慈悲犧 這樣的思想 廣步 所以他這個中間有一段 你要不要把它唸一下 這一段很動人 我們在希臘 羅馬世界 看到希臘道德哲學的興起 帶動了柏拉圖 亞里斯多德 以及後續很多哲人的 深刻知識的突破 而在波斯世界 印度世界 則孕育出顯教 顯教的思想 將宇宙 視為善跟惡的戰場 這樣的觀念 成為猶太教 與後來基督教的基礎 而在印度呢 印度世界 誕生了印度教的奧義書 後來還有佛陀 透過悲憫眾生 放下執著 進而達到涅槃 也就是永恆的快樂的教會 而在中國呢 則孕育出 以孔孟學說的孝道 修身其家治國平天下 這樣子理念 為基礎的社會原則 所以在歐洲 在亞洲 在印度 都有出現 出現很重要的文明 儘管在這個時代 各種基本世界觀 同時興起 但是這並沒有讓 亞斯培 認為是歐亞各地思想交流的成果 就是他其實不是互相有交流 他認為呢 這種同步性 是一個謎 為什麼人類到那個時候 就是 就是同時會產生這麼深刻的思想 是個謎 甚至可以說是 純属偶然 就是不知道是怎麼樣 就在這個這個時代 然後就開始人類 各個地方不同的人類 都共同開始想同樣的問題 就那三個大問題 我是誰 我為何而來 我要到哪裡去 這楊先生每次都問我三個 回答不出來的問題 只是這個偶然開啟了往後 2500年的跨文明對話 而這場哲學 宗教上面的突破 成為西元前500年之後的 時代的基本文化要素 最後也成為 行使國家權力的手段 因為 最後 哲學跟宗教思想 都不可免俗地 融入了帝國的意識形態裡面 在讀人類的歷史 你會覺得真的很不可思議 我們從遠古時代的人類 看到舊石器時代的人類 還在如毛淫血 還在過著採集的生活 到新石器時代的人類 學會農耕 到了馬背時代的人類 開始戰爭 那裡面都很少有 真正現代人所說的文明的 這種元素在裡面 基本上都還是很動物性的 為了求生存 所以必須要吃 必須要繁衍後代 所做的行為都不外乎 就是孔子說的食色性也 就這兩件事情 但是到了現在 古典時代的時候 突然之間各個重要的 文明的發源地 然後同時開始有一批人 然後彼此之間沒有 無法說好 就直接開始在各地 開始發展他們自己的思想體系 這個真的是很難去想像 但是真實在歷史上面發生 他中間有一段 我覺得他就把帝國跟思想 哲學之間 就做了一個勾連 就是軸心時代的哲學 宗教突破過往的思維 影響後世的宗教信仰 以哲學到今天 可是希臘哲學 是希臘化時代的帝國 後來的羅馬帝國採用 也被納入基督神學 孔孟學說 就變成中國歷代歷史的核心思想 至今由然 那佛教影響的人數高達五億亞洲人 其慈悲正面 曾中道的教育 也越來越受西方青睞 那就連宣教 當時候的阿契美尼德 跟薩珊的波斯帝國的這個國教 今天信徒雖然寥寥無疾 可是不要忘記 他的神論 善惡 在宇宙之間對抗的觀念 跟個人選擇善惡的這個自由意志 對於亞伯拉罕的這個諸教 就是指猶太 基督 伊斯蘭 都有神的影響 這些都是一神教 對 那這個比較重要的就是說 帝王也不得不到最後 要成虎在這一些利他思想 其實講白這是利他思想 所以這個利他思想 的確在人類的這個大腦的 進化過程中間 佔了一個非常重要的地方 如果有要去研究利他思想 在人類的大腦裡頭的進化過程的話 我認為這個時代的這一段 軸心時代的觀察 特別就是2500年 如果以孔子來說是3000年 或是從那個佛祖來說也3000年 2500年 佛祖的也是2500年 那那個耶穌也是一樣 大概都是在這段時間裡頭 這個宗教的那個元起 基督教 當然基督教大概就是2000多年 這段時間裡頭 你可以看到這一件事情本身 所描述的人類的內在的反省力 跟進步性 其實在這時候是最重要的 就是說我們如果要研究說 人類大腦在這時候有什麼樣的轉變 這一段時期的研究 其實我覺得亞斯培這偉大的哲學家 他開啟了一個說法 那我最喜歡他說的一句話 就是你剛唸的那一句 他認為這種同步性是個謎 純屬偶然 偶然開啟了往後2500年的跨文明對話 人類之間後來能夠這樣子對話 到今天為止 這個世界堪稱還是在危險中取得一種平衡 跟和平的原因 是跟這些有關 因為你不管是從中國的孔子思想 或是印度的所傳出來的這個佛教思想 或是基督教的文明或是伊斯蘭文明 中間我所雖然很多人看到文明的衝突 可是我看到了更多的文明的共同 我覺得是有的 所以這個部分的研究 我認為在我們尤其我們在讀這本書之後 我認為我未來會再跟幫大家找到更多 有關這一部分的研究的書 或是這種比較科普的書 來跟大家做介紹 好我們還是先休息一下馬上回來 要跟大家介紹海上霸權跟路上霸權 因為在古典時代裡面 就是人不只可以就是跑得很遠了 他甚至可以延伸到真的是真正的全球化 離開他的州去到別的州 然後對其他的地方的人也產生更大的影響 在討論完先賢先勝之後 還是要回來看看現實 在歷史上面被記載的這些海上跟路上的霸權 我們休息一下馬上回來 做急診的人是沒有悲觀的權利 慢慢地因為雙北的疫情的增加 所以病人有往南前的狀況 這個時候大家的壓力實際上是很大的 對於疫情的不確定性 很害怕說是不是每個病人都是 我是不是屬於一個不安全的狀況 我們把急診拉到外面去 我們同仁的防護的狀備 到底夠不夠的時候 對我來講壓力最大的是在那個時候 這些都是防護的工具 剛進來的插管的工具 在插管的時候可以防止很多的噴尖 像這個面罩紙 對那這個是比N95的房屋更好的 我們叫做P100 可是N95口道大家可以看到很多的痕對不對 你帶這個事實上你輕鬆非常非常多 去年就開始陸陸續續去 所以我們一直有在做準備 我一直覺得這個本台就應該我們自己做的事情 我也不會後悔 我要每一個人安心 可是我還是很掛慮每一個人安全 太太他們是一起的 很怕說到底是哪一個細節出了問題 老實講齊心感起來是很簡單 可是每個人都要去做一些脖椅跟犧牲 我感觸很深 是因為同仁的認知 是沒有看到這個抱怨 可是說他們自己都很願意做懲罰 就是我想我很感動 好 歡迎回到站在時代的渡口 我們為大家介紹全球化的過去與未來這樣一本書 然後呢在前面一段我們提到了 就是人類進到古典時代 有非常多重要的文明 包括孔子的思想 包括佛陀的思想 包括基督教的思想 包括顯教的思想 還有包括希臘羅馬的那種哲學思想 都在這個時期 在古典時期被發現出來 開始被產陽出來 然後呢這些 跨時代的思想 也影響了人類的文明發展 一直到現在 我們都還受到它的影響 在書裡面 作者有一段很精彩的話 我覺得在進到海上霸權跟陸上霸權之前 要跟大家來做報告 作者說 在這個時段裡面 大概陸陸續續 有沒有什麼共同的原因 造成思想可以這麼發達 答案是 在西元前800年左右 這四個地區各自的語言 書寫跟文字 都已經發展到可以住宿的階段 就算在希臘時代 有很多吟唱詩人 他們的語言 可以把歷史上面發生的事情 然後呢透過吟唱的方法 口語口口相傳 然後呢後來呢 又被希臘字母 發明了以後 開始被手寫稿所取代 可以流傳的更廣 那希臘字母是在西元前800年左右發明的 是歷史上第一種有母音的字母 採用既有的菲尼基字母為子音 再增加母音 從此以後希臘文本就源源不絕 但是同時呢 在波斯跟北印度 也在西元前500年左右 或再晚一點點 開始產生了古波斯語 還有古典的泛語 而且呢 慢慢也發展出了文字 所以呢 換句話講 語言成熟跟文字成熟 對於這一個時期的文明傳承 有非常重要的意義 然後在中國的話 文字也是同樣的逐漸發展 孔子思想在西元前500年的時候 被著述 被寫下來了 簡單的說 新的文字成為西方波斯 印度跟中國文明 用來記錄並且傳播的文本 還有哲學的工具 就是這些偽人的思想 可以透過語言跟文字 不只是語言口口相傳 而且可以透過文字代代相傳 那這個影響力就真的非常非常的大 而且當時候整個的發展 這幾條線都是值得 都一條一條 值得各自沒有交叉 沒有交叉 一條一條線是說 就各自發展 這個是值得研究的 但是人類的大腦在這樣的環境下 雖然是全球化 可是互相之間在這個事情上面 是沒有交通的 比如說那個孔子並沒有遇到 什麼亞里斯多德 當孔子遇到蘇格拉底 還是深夜在加油站遇到蘇格拉底 我現在沒有遇到孔子 也沒有遇到蘇格拉底 可是我在節目裡面聽到貓叫的聲音 所以我聽到了楊先生的毛小孩 在叫的聲音 我的毛小孩正在非常高興地聽到 另外一種被馴化的動物 貓 很可愛 對啊 好可愛 那其實這一段 我還是在強調一下亞里斯北那一句話 他說這種同步性是個名 存自我為 這個當然是做一個哲學家也好 做一個科學家也好 不應該這樣說 他應該至少給我們一個答案 可是我認為那個答案太珍貴了 沒有辦法這樣子就直接兩句話講完 這是一個必須追求 也就是說如果從更神經科學的角度來看的話 就是人類的大腦在這一段時間裡頭 發展出這樣的連結 那在不同的環境底下 都同時產現出同樣的這個趨勢 然後他也發明了文字 那這個文字原來只不過是在 剛剛我們說過 他征戰得到多少錢 誰欠他多少錢 他欠誰多少錢 要有一種記載 所以需要一種敘述 從非常技術性的敘述 開始走入可以表達內心的獨白 其實某種程度你看 很多的偉大哲學家 他在講話的事情中間 有太多的東西是獨白 就是他的思想 他能夠表達的自己在這樣的一個困境底下 他如何尋求一種心安的過程 其實不只是獨白 楊仙 我在不管是讀佛經或讀論語的時候 都會發現說 他其實是老師跟弟子之間的語錄 講話 然後弟子問一個問題老師回答 或是老師問一個問題請弟子來回答 那都是這種語錄的形式 然後還有在佛教裡面的阿涵經 基本上也是佛陀跟弟子問答的時候 所記錄下來的那個語錄 但是經由那些問跟答中間 就產生了非常深刻的思考 然後那些深刻的思考 可以影響很久很久以後的人 比方說那個佛陀有一次就問阿南 就說佛陀走在橫河旁邊 就用手指甲去勾了一點橫河的沙 然後就問阿南說 阿南你覺得 是我手指頭上面這些沙多 還是橫河的沙多 阿南一聽師父這樣問 當然馬上回答 他就說師父一定是橫河的沙比較多 那佛陀說對橫河的沙多 那我現在要告訴你一個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我跟你說的道理 我所說法如爪上層 就是我指甲上面的沙 我所未說法如大地土 如橫河這麼多的沙子 也就是我還來不及跟你說完所有的道理 我跟你說的其實只有一點點而已 這就在佛教的經典裡面所記憶的 你也在說我們今天嘛 對對對我們來得及說的永遠只有一點點 只有一點點 但是呢我們來不及說的還有很多 其實亞斯北那一句話 官長白話文就說 這個同步性是個謎 純屬的就說 我們沒有辦法 我們現在只講一點點 所以還沒有辦法破解這個問題 這個問題是一個大災問題 是然後因為楊仙提到同步性嘛 我就想到說在我們節目裡面 其實您在美國我在台灣 我聽到你的聲音 我大概了解你要講的意思 然後呢你也從我的聲音裡面 或是從我的表情裡面去體會到某一種意思 某種程度我們兩個人也在透過一種 语言跟聲音跟表情的方法 在取得彼此的同步 那同樣的呢收看我們節目 或收聽我們節目的聽眾 也會從聲音從表情 從這些語言裡面去理解 我們試圖想要跟大家傳達的一個內容 也就是人類的文明到了古典時代 其實是一個大爆發的時代 然後呢超過以前的所有的文明的累積 開始去反思人生在這個天地之間 到底該扮演什麼樣的角色 而最後大家共同獲得的結論 其實楊仙說利他 其實我的感覺齁 您一直沒有說出口的那個秘密 其實是愛 對 其實是人有那種愛心 有那個側隱之心 然後呢你會不忍心 所謂的善良其實也就是不忍心 然後就是不忍心看到別人受苦 寧可自己受苦也不忍心看到別人受苦 那樣的心情 這個其實就在這個三千年到六百年之間 慢慢發展出來 其實是一定慢慢發展出來 那到今天為止這個發展的過程 其實如果只是看那個他的經典的時候 你會想當然的說 哇出現了一個這樣的智責 但是如果你把它推回去說 這些都是在不同的那個環境 不同的地區不同的文明 但是卻同時發生 同時發生這樣的腦內的變化 爐內的變化 爐內思想的變化 那這個是值得探究 這是非常值得探究的一段歷史 可是到今天為止很可惜 就我所閱讀過的書很少 那亞斯北當時提出這個軸心這個理論 軸心時代的理論 軸心時代這個理論的時候 其實他的確有想要破解這個問題 可是這個問題卻會跨越哲學 而進入了醫學跟進入了神經科學這裡頭 因為他到最後你必須去理解這件事情 是怎麼在大腦的什麼狀況底下發生 那同樣一顆大腦 在三萬年前七萬年前的時候 他並不是這個事情 為什麼在到了三千年前的時候 他產生這樣 所以也就是說如果我們講說 Homo sapiens在七萬年前 他就變成主宰這個世界了 然後到三萬年前就獨霸這個世界了 然後到三萬年前就獨霸這個世界了 然後從三萬年前開始一直走到三千年前 一直走到三千年前 他開始有忍耐的思想 雖然不是所有人 甚至暴君魂城都還存在 然後各種征戰殺戮還都存在 可是也就是在這樣子一個非常黑暗的時代 有很光明的那一部分人性 在這時候滑光 這個是人類歷史裡頭到今天為止 我們無法完全連結 就如同到今天 像我們兩個還是很 在COVID-19這個溫意蔓延時 我們還是繼續在傳輸這本書 我想很少有一些人會覺得說 你們還有心情在談這個書嗎 我說談這個書比COVID-19很重要 因為COVID-19也是全球化的一部分 是 那也是我們在談這本書的其中的一部分而已 瘟疫也是人類必須去面對的一個環境 可是更重要是如何超越瘟疫 在瘟疫裡面你該做什麼 其實最近因為姚仁路 要先回到我們大愛電視台做我們的核心精進掌 然後他回來以後呢 他就問了一個很偉大的問題 然後那個偉大的問題 我們大部分的人都沒有辦法回答 他說大愛電視台到底在跟誰競爭 大愛到底在跟誰競爭 我們的對手到底是誰 我們的敵人是誰 那從競爭的角度看 我們就開始想 是不是用收視率來看 用什麼東西來看 然後大家回答了半天 他說都不對 我們的對手既不是各個友台 也不是其他的媒體 然後他給我們的答案是 我們的對手就是 人性裡面的貪、稱、痴、慢、疑 那楊先所提到的古典時代的那個時代 其實就是人類文明裡面 對於這些比較受性的那些部分 貪、稱、痴、慢、疑 充分發揮的那個年代 但是這些哲學家他們共同的敵人 也是出現在這時候 這些文學家共同的敵人就是貪、稱、痴、慢、疑 這些哲學家 都是要面對這種人類的比較不好的這種習性 然後要去找出一些可以對峙的方法 而找出來共同的解藥 其實都是利他 都是互愛 其實就是去愛人 甚至耶穌基督說 你要愛你的敵人 對不對 當人家打你的左臉的時候 你要那個 準備好你的右臉 那這些都是愛 都是寬恕 都是在很不堪的人世間 設法去找出一條可行的出路 這個在聖經裡的詩篇二、三篇 就非常有名的大衛詩篇 那中間有一句很有意思的話 他當然一開始就是 上帝是我的牧者 我必不自虧華 但他中間有一句是提到的說 這個大衛跟上帝之間的對話是說 你為我在我的敵人面前擺設宴席 擺設宴席 所以這中間其實產生很大的一個 對於愛跟你剛剛提到說 愛你的敵人這之間 寬恕 一種神跟你在一起同在 也就是說明家書裡頭講的 行公義 好靈敏 純謙卑的心 與神同行 這個的毅禮在實踐上面的時候 當上帝同在的時候的那個力量 當上帝在你的心裡的時候 你就有能力做出這樣的事情 你會更有寬容心 你會更悲悯 然後你會對你所見到的人 而且不只是人 是對所有的萬物都產生那樣的愛惜的心 其實在看人類發展的歷史 的確就是善跟惡在互相拔河的歷史 善惡拔河 善惡拔河的歷史 也發生在自己的內心 對 所以我覺得我剛剛講說 其實一開始就是這些人 內在自己的質疑跟獨擺 跟自己對話 後來變成他跟 比如說耶穌也跟他的弟子對話 對 然後佛陀也跟他的弟子對話 然後最後透過文字的流傳下來 然後才有辦法 佛陀也在跟我們對話 耶穌也在跟我們對話 而且那個對話持續到現在 那這個有意思的地方我要提出來 因為其實是亞斯北提出來的 這個所謂的偶然 但是我就覺得說 那個好像又在你的腦子裡頭 只是沒有被揭露而已 比如說我常講一個事情 大家都有經驗 你聽古典樂 當然就是說我們在未來要講到的 就是1500年以後 一直到現在這個600年的時間 就是未來海洋時代的 一直想到現代 那其中有一個事情也是很奇妙 到今天為止很多人都常常在經歷 像莫扎特的音樂 或是巴哈的音樂 或是肖邦的音樂 或是拉哈曼尼羅夫 或是蔡克夫斯基的音樂 那麼的複雜 那個我們根本就不可能寫得出來 可是了不起的事情是你聽得懂 那是你完全無法理解的事件 可是它演奏出來的時候 你會感覺到心裡感動 嗯 一樣啊 人類在面對高山面對大海的時候 那個高山那麼高是怎麼長上去的 大海那麼深是怎麼生下去的 很多道理你也不懂啊 可是當你在面對高山跟大海的時候 你心裡面的那種平和的感受 那種跟大自然結合在一起的感受 那個也不用太多的複雜的學理 可是呢 你在身在其中 你自然就會有那樣的感覺 所以那個大腦到底發生什麼變 所以一定有一個機制 讓我們可以體會到超過現實世界 裡面的那一份內心真正的寧靜 好今天的討論非常的精彩 謝謝楊仙遠從太平洋的另外一端 跟我們這麼長時間的連線 介紹全球化的過去與未來 也介紹了軸心時代這些偉大的思想家 我們認為在這個時代 就是在書裡面的古典時代 重要的其實是這些思想家 那但是在古典時代裡面也有很多 被記錄在歷史裡面的朝代的興衰 然後帝國的起落 這個我們在下一集的節目裡面 會跟大家來分享 那非常謝謝楊先生 也謝謝您收聽 謝謝大家 好謝謝楊先生 謝謝大家 拜拜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